9月11日李文罗兰等人探访长者之家与他们一起预祝中秋节的到来 现场展示多位摄影名家捕捉长者的黄金岁月留下快乐的笑容 更有一对当年未穿婚纱礼服拍结婚照的夫妻当场议员婚纱们 身为交宾的李文健正长者梦想成真感动不已并表示 我们以后年纪大的时候呢 也是老人家的时候呢 也可以再重新拍一次这个结婚照 也最希望可以穿得上那个时候结婚的那些衣服了 如果穿得进去是最好了 李文表示和老公Blues认识十年结婚至今 感觉依旧像是对方的初恋情人般热恋 而最近也快到两人结婚周年 可可表示两人一定会好好的庆祝一下 并分享包容爱护关心对方是自己维持感情的秘诀 那么我们其实在一起十年 那结婚两年在感情的路上还是觉得很新鲜 觉得两个好像还是那种初恋情人 那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在感情上呢 就是要多在乎对方 然后要悉心对待 然后用心去爱护 用如此甜蜜的感情滋润 难怪coco至今仍笑容不减 红光满面 东新娱乐整理报道